必須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藍白聯手國會擴權法三讀通過 民進黨只能透過憲法機制反擊 已經會依法提出事件 至於事件的內容 當然實體上實體內容絕對違憲 事件由四分之一的立法委員提出 如果憲法法庭做出暫停處分 法律就得暫停執行到事件結果出爐為止 如果被宣判違憲 法律就失效 這是最有機會的方法 三讀通過的法案 行政院十天內可以提出覆議 超過二分之一立委決議維持 覆議就失敗 目前朝小野大成功機率渺茫 而根據憲法規定 總統收到法律案的十日內必須公布 法界人士分析 最終極的方式就是總統拒絕公布 恐怕是總統不公布是最容易做的 總統一旦不公布 這個法案就沒有辦法施行 那就變成國民黨團必須來申請釋憲 目前臺灣沒有任何一位總統 曾拒絕公布三讀通過的法律 如果拖延不公布 朝野對立勢必升高 而有人提出是否可能解散國會 但前提必須先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案 藍白不可能奉上這個機會 未來民進黨將用視線應戰 新一波攻防即將展開 三天新聞到陳林君台北側摸倒